在梁振英趙海記者會前 警方加派大批配備盾牌警員戒備 氣氛緊張 港大校長馬飛森和中大校長沈祖堯 就到場呼籲學生克制 不要令年日行動白費 沈祖堯否認 是應政府要求做稅客 吳淑珊報道 《破解法》最後通牒要求政府回應 在半夜之前 特首辦門外越聚越多人 氣氛緊張 政府還給我們 警力明顯加強 警員拿出斷牌和警棍戒備 又多次呼籲示威者 不要衝擊龍和道的防線 警方暫時不會就你們 圍繞政府總部的行為 採取行動 學生領袖也呼籲示威者冷靜 今次這幾天的行動 絕對不是徒勞無功 我們 這麼多萬人 二十萬人佔領香港不同的地方 已經來到 警察 整不到牆 政府收不到課 最想我們衝擊的 其實就是梁振英 因為只要我們一衝擊 他就大條道理 發放現在擺在政府總部裡面的催淚彈 甚至是橡膠子彈 我真的不希望有任何流血的事件 香港大學校長馬菲心和沈祖堯 也到場探望學生 去到特首辦出面呼籲示威者 的黑勢 你最近幾天都很安靜 你都很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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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八大校長 都非常關心各位的安全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保持 你的和平和冷靜 在行政長官梁振英 見完記者之後 他們再去到立法會出面的示威區 繼續呼籲學生冷靜 認為政府願意溝通已經走出重要的一步 沈祖堯說 並不是政府邀請他們過來遊說學生 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Peter問我 我們有沒有什麼要做 我說不如我們一起去探望學生 不是政府叫我們過來 至於學生是否離開 就交給學生領袖決定 NordTV記者 吳淑珊報道